你對三菲的兒童的事件有什麼看法呢? 我是鄭同派,個人身體發現 我會認為肥仔或者紀安 我會認為這件事其實不需要迴避 最直接的就是政府在這個事件上整個處理手法 是一個非常公正和破壞香港最根本的自主權 自主性的一個做法 因為它是一個實質的非法經濟 即是我們所說的偷渡客 這個偷渡客或非法經濟 過往我們是有很多的例子 就是會織布織織 又或者甚至是會用一個所謂本書 或者容忍的這個合戒指揮 這個做法就是只要它是過期居留 過期逗留九年會織布織織織 那現在大政府的做法就是 它是會批一個合戒指揮 所以對我來說第一件事就是 入境處和政府的官員 他們去處理這個事件是贊物的 是必須承擔他們的職責合戒指揮 第二件事就是我會認為這件事件上 是不會警惕香港人的作用 這個作用就是 我們不能夠再幻想香港是有一個自由民主開放 經常會等待民主建設中國 等待中共去給予香港人自由民主 不是這樣 其實在這件事件上告訴大家 我們香港是面對著中共的入侵 中共的載政 它是用了各式各種方法去再接近香港人 包括語言 文化 人口的清洗 那它現在這個名字事件 它是可以這樣賜予一個香港人的行街指揮 實際上就是一開這個先例 就是會令到將來 是會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大人有 它根本就不用單程證 不用雙程證 只要拿一個旅遊簽證 來香港 而躲起來 一定會有人提供這些奉行 躲起來9年 然後告訴我們 給一個居港權 那這件事是會令到我們香港 最根本的就是 那個人口自主權 甚至是在那個香港人口清洗上面 不是我們以前想像的那個情況出現 是會去到一個 其實是一國一制 甚至是完全吞批的情況 所以我希望就是 大家是要關注這件事件 它所忍 即它會延伸出來那個政治的效果 那你對於陳婉嫻的處理手法又怎樣 陳婉嫻是拘捕的 因為對我來說 就是現在有太多的問題 是不能夠回應 譬如這九年這個肥仔 是不是真的在香港沒有任何事情做呢 但是 這個九年裡面 是不是真的在九年在香港 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十二歲 但是 肯定一件事 就是它是犯法的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非法的警察 而陳婉嫻她的做法是 教唆人犯罪 所以我會覺得 就是根據這個刑事條例 應該是 拘捕了陳婉嫻 那她阿婆呢 她愛婆呢 即是三妃二童的愛婆呢 我覺得最人道的處理方法呢 就是呢 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因為其實婆婆呢 她是年紀大 那由於因為 是難以 即是所謂的照顧 這個肥仔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怎樣呢 就是 按法理程序 顯示肥仔回大陸 同一時間 就是說 將婆婆 和她一起 送回頭髮去床 是嗎 很感謝你